大家好,恒指濁上濁落,而且越濁越快 第一件事就是30,300點 即是2019年的高位,似乎都有些阻力 第二件事就是,雖然你說是見到阻力 但跌下去,幅度又未至於太多 以及北水的成交亦都是足夠 所以我想市暫時來看,都是濁上濁落為主 下面的位置就看著29,200點 上面繼續看著30,300點 衝到30,300點,當然是開心 但衝不到的話,我覺得都無傷大雅 畢竟在1月這麼短的時間,恒指都升了這麼多 而且股份都有很多炒作的東西 電動車,之前的新能源 現在又炒回騰訊 資金都多選擇 接下來2月,我覺得兩件事要留意 第一就是新股,尤其是快手 很多人都會問的,快手抽不抽 我雖然也不需要給他答案 當然抽吧 進一步問的就是抽不抽孖展 我想這個認購反應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想真的穩奪一手的話 你無可奈何地一定要穩大的孖展 但自己要計成本,你的孖展利息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可以可有可無 看運氣,你就拆一手兩手,拼一下自己的運氣 另一件事,2月的時候也要開始留意 就是那些消費股 因為始終的春節效應 和兩會效應,提振消費等 都會對這些消費股有些幫助 再加上其實這些消費股 近來的股價相對比較低 風頭就被那些汽車股 那些騰訊,美團那些搶了 所以那些在高位裡 開始調整,有些錢走回去 相對落後的消費股 我想2月的時候,那些消費股 內需股,可以留意一下